欢迎来到俊宝美食 今天我们做酥皮菠萝包 口感超级超级好 尤其是刚出炉的菠萝包 外面买的根本吃不到这个味道 入口香酥,里面柔软有嚼劲 准备250克高筋面粉 3克酵母 3克盐 30克白糖 25克奶粉 1克鸡蛋,去格后大约60克 110克左右的纯牛奶 如果鸡蛋偏小 可以适当的多加点牛奶 反正最后要能保证面团的湿度达标 做面膜的面团要湿一点 太干的话很难出膜 最后揉好的面团 要能感觉到稍微有一点点粘手 才是合适的 然后静止半小时再来揉面 这半个小时里面筋会自己形成一部分 可以提高出膜效率 先把面团揉光滑一点 然后用擀面杖敲打几分钟 面团能扯出来比较粗的膜以后 加入20克提前软化的黄油 黄油刚加进去的时候会比较粘手 多揉一会儿 等到黄油被面团吸收了以后就很光滑了 然后继续用擀面杖敲打面团 这是一个快速出膜的小偏方 既省时又省力 非常好用 如果面团湿度达标 10到15分钟就能出膜 直到能撑出来比较薄的膜就可以了 一直揉不出膜来的 可以试试我的方法很管用哦 把面团重新揉好放回盆里 密封发酵至三倍打 然后来做酥皮 50克黄油必须提前软化 加20克白糖和2克盐 用打蛋器先打半分钟 把白糖充分打散 然后加20克全蛋液 继续打一分钟左右 加25克奶粉 搅拌均匀 再加70克低筋面粉 搅拌均匀以后 是一个又软又黏的状态 然后装保鲜膜里面 包裹起来 放冰上冷藏一会儿 动硬一点方便操作 面团发酵好以后 移到案板上 按压排气 然后滚成长条 分成八个小剂子 然后把所有的小剂子 搓成圆形 有纸拖的放纸拖里面 没有这个也没关系 直接垫着油纸放烤盘 隐藏过的酥皮已经变硬了 这就比较好操作了 同样分成八份 然后用保鲜膜包起来 用擀面杖擀成圆形 大小就根据面团来 能盖住顶部就行 切开上面这层保鲜膜 然后像戴帽子一样 扣在面团上面 再把底部的保鲜膜揭掉 用牙签交错画出裂纹 刚刚好把酥皮画穿就行 不要太深也不能太浅 烤箱开35度 二次发酵至两倍大 二次发酵好的生皮 基本上长满了纸托 之前做酥皮剩下的蛋液 刷一层在表面 上下管160度烤25分钟左右 隔着屏幕是不是都能感觉到香酥 一口下去是酥到掉渣的口感 面包里面的组织很松软 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上次可以先收藏视频 回头你也试试 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感谢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